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还真不错 喜欢就好 有一样东西给你 什么东西 当你有需要时 吹响此烧 我的人便会出现替伍护你 如此一来 岂不是宿国宫整日都让人在监树了 你也可以这样扔的 拿着 我只是不想我这场棋还没有下完 我的棋子 就被别人吃掉了 若要是因为喜欢你 她才原谅你 你既然利用她的感情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她 她若不是江源柏的女儿 我会和她订婚吗 没有问题了吧 那开始吧 放手 放开 终于放 今日 今日 是你自找的 我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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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慌 她没有死 张若遥 为了这样一个人 你把你的真心赔进去了多少 哭够了 赶紧收拾一下回家 我们齐家跟江家联姻 必定要把婚礼办得极其盛大 对 让全京城的人都看得到 若瑶 你说是吧 倒也不用这么铺着 瑶儿 那就劳烦齐夫人 快去送帖了 是是是 这里里外外张张啰啰的事情 还多着呢 姜若瑶 你好好地想清楚 真正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看我们也该回去忙了 那我们先走了 启夫人且慢 这门婚事 我不同意 你若不想定这门亲 你早说便是 为何人家齐家上门提亲来 你要当面拨人家面子 你母亲为你 忙前忙后地操办这些事 你让她多难堪呢 母亲难堪 难道我就不难堪吗 你 如果当初母亲能听我一言 何至于此 婷婷 这是怪奇我来了 自你和周雁邦退婚以后 我寻了多少户人家 才寻得这门亲事 我看这个齐公子 不比周雁邦差 你怎么 你到底对他有何不满 判杂了齐家的事 倒想起来见我了 我就要治世了 我的空缺有意让齐文斌来补 若我们两家联姻 百利而无一害 可现在呢 联姻不成还得罪了齐家 一手好牌给我打得稀烂 父亲还是改不了 喜欢从别人身上挑毛病的习惯 我挑毛病 几家就属你最不胜心 当年为你挑了那么多富贵之路 你不走 偏偏要云得穷化石死奔 若不是我将你找回 你能有今天 不敢恩戴德 还敢质疑我 再敢接近我女儿 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都是我的错 你少了她吧 记住她的下场 今后 你若再敢违抗我的秘力 你爱一个 我毁一个 若不这样 你还能成现在的相国夫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